格鬥视频千千万惊挑戏选网织看哈喽大家好我是修修 我们这次来欣赏一下这个陶小鸭对夜风的比赛哈 夜风这次想来一波涛下盘哈 直接丢一个跳膝之后 一套打晕了哈 陶小鸭他的这个鬼步五连应该说也是非常的 强的哈 这个成功率非常的高 因为有五连手把给打晕 一套打死啊 这一次我们继续看看 小鸭除了说法好啊有一些招也很不可思议啊我们看看这波发生了什么啊失误啊你看 失误之后变成一个擦眼睛啊然后一个小 跳百合折之后包回来再相杀又打晕了哇这个八神有点强悍了 两次被打晕还被秀了那么这个时候得该轮到夜风发挥了吧 翻盘旁女王看一看他这把的表现就合了啊跳西跳滴 慢慢的用轻攻击压到晚边了 好漂亮啊下西之后啊前A然后戳到一下 再赞逼 好甩波 连续的追啊好这次是先跳地拿下哈 不能老是只有你打我是吧我也得打回去啊 哎呀漂亮啦这一套下来哈重手前A 必杀之后哎这次他没有这个常规的招好是戳了一下 打了对手一个措手不及哈有变招 好想要这次也是没有想到哈没想到出了一个戳 后续的则也是没有能够判断到了哈 接风的马力依旧非常的凶猛啊又赌到一个甲 好能量闪出来看看大门哇又是被跳地踩 这个抢招太快了哈 好漂亮这次格挡之后蓝之山了 看看能否阻止夜风的这个反山啊防住了出来了又是一个生龙甲 啊啊满热啦这一下成功反杀了啊好的视频好看 请不吝点赞关注羞羞 别走丢